我所知的哈尔滨是哈尔滨的道理,我们住的地方。 哈尔滨道理纯粹不是中国文,街上满眼是俄国人,走着的坐着的,女人比哪似乎都要多些。 据说,道理俄国人也只十几万,中国人有三十几万,但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,所以便觉得满街都是了。 俄国人,至少在哈尔滨的,像是宇街有不解缘。 在巴黎伦敦最热闹的路上,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罢了。 街两旁很多休息的长椅,并没有树荫折着,许多俄国人就这么肆无一半地坐在那儿,有些就是为了消遣来的。 这里的外国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国人之上,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国人之下。 中国人算是不让他们欺负了,他们又怎会让中国人欺负呢? 中国人不特别尊重他们,却是真的。 这里的路都用石块组成,有人说石头路尘土少些,至于不用柏油,也许因为冬天太冷,柏油不经冻之骨。 总之,尘土少是真的。 从北平到这儿,想着尘土要多些,那只适得其凡。 在这儿,在这儿街上走,从好些方面看,确实比北平舒服多了,因为路好,汽车也好。 不只坐着平满而已,又多,又贱,又快,满街式的,一扬手就来,和北平洋车一样。 这儿洋车少而贵,几毛钱便可自汽车,人多些便和洋车价相等。 开车的俄国人居多,开得棒极了,拐弯倒车,简直行走无事,还让你一点儿不担心。 胡适之先生,提倡汽车文明,这里,我是第一次接触汽车文明了。 上海汽车,也许比这儿多,但太贵缩了,没有多少意思。 此地的马车也不少,也见了。 南京的马车差不多,或者还要见鞋。 这里还有一样便宜的东西,便是俄国菜。 我们第一天,在一天津馆吃面,以为便宜些。 哪知,第二天吃俄国午餐,竟比天津馆好而便宜得多。 俄国菜分量多,便于点菜分食。 比吃别国菜自由些,且由重,何于我们的口味。 我们在街上,见俄国女人的镜,吃肥得多。 后来在西伯利亚各站,所见也如此。 我们常说,这怕是菜里的油太重了吧。 最后,我要说松花江。 道里道外,都在江南。 那边叫江北。 江中有一太阳堂,夏天人很多。 往往有带了一家人去,整日在上面的。 岛上最好的玩意儿,自然是游泳。 其次,也许就算划船。 从太阳岛划了小船,上道外去。 我是刚骑手划船,在北平三海来回过几次。 最痛快是这回了。 江上又没有什么平枣,显得宽敞之质。 这样,不吃力而得讨好。 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。 第二天,我们一会儿便离开哈尔兵了。 在日军侵华战争中,除了残暴的日军以外, 更可恶的是为日军卖命的伪军。 他们为了活命,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, 沦为汉奸。 令人不齿。 然而,在清华的日军之中, 除了汉奸,甚至还有一对来自俄国的俄奸, 却少有人知。 作曲 李贤之王和秦之神 李贤之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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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